就在昨天晚上谷歌的终极大杀器 Gemini正式发布 在大模型这个方面 谷歌似乎好像这一整年都被OpenAI压着打 巴在退出以后表现也很频繁 没有惊起什么波澜 再加上前段时间OpenAI的离止事件 抢占了太多用户的眼球 所以这让谷歌改变了策略 选择提前发布Gemini 展开对OpenAI最强的反击 多模特的Gemini是谷歌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能力最强的大模型 在文本视频语音图片等多个领域的测试结果 都超过了GPT4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抢先看一看 Gemini到底怎么样有什么强大之处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话题 麻烦动动你的小手赞一赞 这次Gemini他一共是发布了三个版本 这个是DeepManda的谷歌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Ultra Pro跟Nola三个版本 首先是Ultra 它是目前谷歌最大最强的模型 包括在多模态能力这一块 Ultra的能力也是最强的 它目前的实测结果在各个方面 不管是文本图像音频还是视频 这四个方面的综合能力 都已经全面超过了GPT4 其次是Pro Pro的话其实目前的能力水平 是跟GPT3.5差不多的 也是目前Gemini的一个主流模型 最后是Nola版本 它是Gemini最小的一个大模型版本 它后面的话是可以在一些终端设备当中推出使用 比如说在手机上或者在一些移动设备上 可以用Nola版本 类似于小米在它的最新小米14里面推出的小米大模型 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不管是对标GPT4的 对标GPT3.5的 以及在手机里面的Nola版本 谷歌等于一下子把三个大杀器都给我们放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片来对比一下 这个Gemini三个模型的大小 它的参数数量大小 首先呢这个是Ultra Pro跟Nola 这个是最大模型的版本 Ultra 然后其次呢是这个Pro版本 它的这个参数体量是相差一个数量级的 最小的是这个Nola 它是适用于中端设备的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开放时间 首先呢是这个Gemini Pro版本 目前呢它已经把这个微调版本的Pro 在这个Badda上推出了 目前已经是可以使用了 如果是说要用 首先是要把这个地址切换到美国 然后必须是要用这个英文跟它交流 如果是用中文交流 它其实目前背后的版本 还是Palmout这个版本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除此以外呢 像这个Pro版本 从12月13号开始 它还会面向这个开发者以及企业用户开放 但是是必须通过这个谷歌AI Studio 以及这个谷歌Cloud AI 去通过API去申请 那么届时的话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其次的话是这个Nola版本 目前的话 它是在这个谷歌自己上的这款8Pro 这款手机上已经推出了 最最重要的话 其实是这个Gemini Ultra版本 是计划在明年年初向开发者以及企业用户推出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还没有地方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它 只有通过一些官方的演示 包括像YouTube上面的一些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的一个效果 谷歌还计划在他们的其他产品当中去揭入这个Gemini 比如说在搜索里面 在广告里面 甚至在Clone里面 这也有点类似于AGE浏览器 它把这个BeanChat全方位的揭入Office 365 全方位的揭入这个AGE浏览器 那么对于强占市场这一块 也是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 OK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Gemini的官网 像我们在发布会上面 所看到的这个Gemini Ultra版本 它其实是使用了3万亿的参数 包括在训练上所用的算力 它是达到了GPT4的5倍 第二呢也是谷歌Gemini这次更新最大的一个杀手锏 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原生大模型 像以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多模态模型 它是将这个像文本 视觉 以及音频 几个不同的模型 给它拼接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多模态的模型 比如说我们拿OpenEye来举例 像GPT4它就是文本模型 然后DAOE它就是这个视觉模型 以及图像模型 然后Washable它就是语言模型 OpenEye是把这几个不同的模型 给它并联在一起 然后合作来去处理多模态的任务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多模态模型的最优解 相比之下 Gemini它在设计之初 就把多模态给它考虑进去了 它也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 从零开始构建的多模态大模型 可以无缝的理解操作和结合 包括像文本 代码 音频 图像和视频 在内的不同输入类型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不同的学术基层测试当中 它的实际结果 Geminal Ultra在大语言模型研究和开发的 32个广泛应用学术基层测试当中 它是有30个成为了当前最先进的水平 包括下面这个测试 Geminal Ultra是第一个在MMLU 也就是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上 首个超过人类专家的模型 它的得分是90% 这里面是包括了数学 物理 历史 法律 医学 和伦理学在内的57个科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 就是在MMLU 目前人类专家得分的水平是在89.8% 目前Geminal Ultra 它的得分是90% 这里的话是GPT4的得分是86.4% 也就是Geminal目前得分是第一的高于GPT4 4%的水平 然后接下来分别是在不同方向的文本推理 然后数学这一块以及代码这一块 我们可以顾一下像Geminal 83.6% 这个是GPT4 83.1% 82.4 80.9 这边是87.8 95.3 这一项是GPT是更强的 但是其他的类目基本上都是专门来生出的 OK 这是第一个测试在文本这一块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在多摩泰这一块的 多摩泰这边是包含图像视频以及声音 这边不同的测试结果 Geminal Ultra的得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像59.4% GPT4V版本的话是56.8% 我们直接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这一块多摩泰这一块 可以说Geminal是完全胜出 在每一项都是碾压GPT4的 最终得到的结果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在32个不同的测试领域 它得到了30个SOTA水平 可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大目星 而且国外去做这些大语言模型的测试 它相对来说测试的标准 还是比较严谨比较公平的 它没有提前去进行一些预训练等等 所以这块可信度跟水准还是蛮高的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Geminal Ultra在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表现 这个是谷歌官方它所做的一个测试视频 也是测试它的多摩泰的能力 视觉识别能力 左边是它实际在演示的操作 那么右边的话 是这个Geminal Ultra的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工作人员给它看了一只塑料鸭 问它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Geminal马上就回复 看起来是橡胶或者说是塑料 OK 它按压了两下 这个鸭子会发出声音 通过这个举动 Geminal立马就识别出来 它是一只橡胶鸭 然后并且是可以悬浮的 它的密度是小于水的材料的 OK 现在神奇的来了 工作人员让他用不同的语言 用别的语言 告诉他这个鸭子应该怎么说 比如说现在是让他解释一下普通话的发音 这个双子座纠正了这个工作人员的发音 是鸭子以第一声发音非常的神奇 不管是在这个语音输入这一块 还是在这个视觉识别这一块 它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好 现在是第二个测试 他拿了一张地图去做一个猜国家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Geminal的表现 首先呢这个国家有袋鼠考拉 以及这个珊瑚礁 OK 然后工作人员呢是指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澳大利亚吧 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地图上没有任何的标注 然后工作人员呢也是用这个语音跟这个手指 跟他进行交互 那么这一块Geminal都是正确识别的 当他说出这个答案之后呢 可以看到他右边打出了这个正确的标识 并且是有一个配音的 好 然后接下来是第二个游戏 有足球赢得了很多这个冠军杯 世界杯 这边的话是巴西 ok 接下来是第三个游戏 第三个游戏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是工作人员把一个子团放到这个中间这个杯子上 然后进行快速转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Geminal能不能识别出来 接受挑战 ok ok 好 刚才我看一下应该是在这个杯子 的确的确是在这个左边这个杯子正确 石头剪刀布 对他识别出来了你在玩石头剪刀布 看起来像是一个蝴蝶的翅膀 大耳朵和大嘴巴一条狗 哇很厉害 接下来是一个魔术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识别出来是在右手的下面啊 的确是在右手的下面 但是因为工作人员他表演的是一个魔术 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结果不在右边 对 他发现这个硬币是在左手边啊 他用魔术让硬币看起来好像消失了啊 他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识别两个物体啊 都是圆形的以及扁平的 这个应该是找不同物品之间的共识啊 比如说刚才是这个硬币和这个饼干啊 都是圆形和扁的 然后是橘子跟饼干啊 他识别出来都是食物 接下来呢是橘子啊 以及这个玩具啊 他们都是可以让人平静的玩具啊 让人释放压力的这个啊 找共识 OK第四个呢是一个魔方啊 以及这个陀螺玩具啊 这个都是作为小孩子以及成年人喜欢的玩具啊 可以看到识别速度确实是蛮快的啊 不知道是视频的缘故 还是他真实体验当中就是有这么快 OK 这个就更神奇了啊 他给了他两种不同颜色的毛线啊 分别是绿色以及这个粉色 OK 然后他问Joeman可以做成什么啊 就这两个毛线团可以做成什么样的这个玩具或者物品 OK 可以看到他输出了这个毛线水果的这样一个物品啊 这也代表了他支持图片输入啊 以及图片输出啊 能力非常的强 好 然后就是第二个答案啊 可以生成一个绿色的毛线蛋糕 也是蛮符合的 OK 他变更了一个毛线团的颜色啊 让他生成一些动物啊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他把这两个毛线团啊 做成了一只粉色的猪啊 好 接着呢 又把它变成了一个小章鱼啊 也是符合的 好 现在来了一题更难的啊 一个小鸭子放在这个左右插入口 左边是鸭子 右边是一只熊啊 这个都是简笔画 那么问这个Joeman应该往哪边走 嗯 他猜他会往左边走 因为左边是一只鸭子 是他的朋友啊 右边上是一只熊 是一只敌人啊 啊 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具备蚕食啊 首先呢他识别出来这是一张螃蟹的照片 哎他这是怎么识别出来的 还确实是蛮厉害的啊 刚开始就只有点啊 没有线啊 当工作人员画完之后呢 才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一只螃蟹 识别速度非常难快 这个是不同的行星啊 然后问他排序正确不正确 正确的顺序是太阳地球啊 然后是土星 这个他居然可以识别出来是土星啊 确实是可以的很给力 好 然后由于时间的缘故啊 接下来更多的案例呢 这里我就不去过了啊 待会我把这个youtube的链接啊 以及像这个右侧啊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能力的演示跟测试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学习一下啊 深度了解一下啊 这个Jumina Ultra版本啊 他到底有哪些特别厉害的地方 关于他的能力描述啊 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去留言啊 让大家互相交流和学习一下 ok 那上面就是关于Jumina的一个基本体验啊 如果是说你现在要去使用Jumina Pro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bud.google.com啊 可以去体验一下 记得把地址切换到这个美国啊 然后用英文跟他去交流 最后呢也期待一下这个Jumina Ultra版本啊 可以尽快推出 让我们去体验跟GPT4类似 或者说全面超越GPT4的这种大模型啊 有竞争呢 这个行业也会发展的更快 给我们用户呢也能带来更多的选择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